快人快语,天下事儿,京腔京韵,老北京 天翻地覆卫十一,中央地方临大敌,草木皆兵瞎折腾,鸡飞狗跳,要崴泥。 七十年来睡不醒,黄粮美梦已到期,猪肉突然飙高价,没肉吃,你党这回要虾面。 真选,你没瞅去吗?猪肉一封,党也封,头号政治大问题,党媒题目很结巴, 精精一求精求义,万万无益,失全失。 这都什么打你八道的? 没辙呀,全是高端人口蔡奇,出的馊主意。 哦,他呀,明白了,胡春华立了猪肉军令状, 北京市委有点急,能不急吗? 安保宣传跟不上,高端人口,眼瞅,有拉低。 所以蔡奇就说了,我看人话太俗气,还是鬼话有创意, 上回低端人口出了名,这回装街吧,没准还能烤第一。 各位茶友,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欢迎光临老北京茶馆新频道。 品香茶,听实话,我是刘卓。 我是李正。 十一临近,党媒报纸,突然,犯神经。 报道又奇葩了,注意啊,这条消息9月10号才能印刷上市, 咱们是提前泄密,让茶友们一睹为快。 来着了各位,提前穿越到未来读报。 跟大家开玩笑啊,印刷上市是10号, 76号已经在党媒官微露脸了。 嗨,哎呦,拿我们开心是不是啊? 甭斗闷子了,妈铃说事儿吧。 是这样,6号由党媒人民日报社主管, 环球时报社主办的生命时报, 在官方微博上吴玉景,提前刊发了10号出版的头版文章。 题目是,各位扶墙站稳了。 嗨,就别卖关子了,说吧。 猪肉,还是少吃为好。 晕,这篇文章是不是跟党国新发行那限购的肉票一块出来的呀? 哎呦,看来猪肉真没存货了,干脆这头版题目这么写得了, 住口,猪肉有毒。 嗨,你这也忒简单粗暴了, 人家这是正儿八经的政治新闻,能不精工细作吗? 哇,就这还政治新闻呢? 那必须啊。 嗯,行,短路了。 行,您这事好好说说吧。 听好了,人家是这么说的,主标题猪肉还是少吃为好。 那副标题呢? 脂肪和胆固醇含量高,过多食用一长胖, 而胆固醇会给血管和心脏增加负担, 容易诱发血管硬化等问题。 够体贴的这个,不过也够啰嗦的。 注意啊,这主标题下边还占着三位专家呢。 哇,这是人拉出来举着名片站台呢。 分别是,中国序幕兽医学会养猪分会副理事长王楚敦,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白军飞, 还有武汉市中医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许舒芳。 行了,要卖什么直接说吧,别亮名片了就。 这武汉中心医院的许主任就说了, 不管猪肉贵不贵,大家都应该改善一下现在的饮食结构, 少吃猪肉,多吃白肉。 看来最近白肉有点积压。 不一定,这许主任后边还有话呢,说, 除了用鸡肉鱼肉代替猪肉之外,最好是干脆多吃蔬菜少吃肉。 行,直接把嘴堵上了。 这消息一放出来,震惊整个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 这么多年得吃错肉了。 有这么夸张吗? 前两天《混球时报》那胡编胡锡进不是还跑香港, 跟亲共议员何君尧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吗? 听完这消息,何君尧也蒙圈了。 心说话,这怎么回事啊这胡编,真是胡编呢, 怎么刚请我吃完红黄肉,就说吃猪肉容易得病啊? 不成,我得赶紧找一专家问问去。 您瞧把何议员给急的。 苹果日报采访了香港家营营养中心的营养师吴湘娜, 吴女士就说,包括猪肉,等红肉拥有铁质及维他命B, 比白肉丰富,可以帮助补充铁质,预防缺铁性贫血, 不应以鸡肉或鱼肉代替猪或牛肉。 当然也别死里白咧的吃,每周食用的红肉最多不多个500克比较合适。 这回心放肚子里吧,人家这专家说的听着贴谱。 不过你也别说,混球时报办的生命时报头版, 不留神把党的底牌揭了,说整个头版文章那么多字, 就一个小标题,叫猪肉价格一路上涨。 嗨,把党猪肉断货那底给捅出来了。 要怎么老有人说胡编高级黑呢,主标题副标题,那么体贴入围说健康的事, 归根结底一句话,肉没了你吃不起,你说这不给党添堵吗? 得,这盘没叼好,咬出一大窟窿来。 生命时报还觉得光拿健康说事没力度, 在微信公众号上发了另外一篇奇葩文章, 叫,少吃猪肉,钱包和身体都会感激您。 不准确啊,应该这么写,少吃猪肉,党会感激你。 这把网友都欺蒙圈了,说,你党真尼玛奇葩, 又开始幽默化猪肉了,能不能别这么玩我们呢? 有一网友提醒了,说,小心,这里有专家出没。 还有一网友一问一答,一个问,为什么日期写的是9月10号? 另一个回答,你连日期都不相信。 够幽默的这两位。 不过吃肉群众也得理解,这是唯唯需要,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 咱们上回不说了吗?党最喜欢吃肉群众一天到晚在朋友圈晒美食, 喊岁月静好,可是人有尸首,马有漏蹄啊, 一个不留神,晒美食的突然发现,这猪肉没了。 现在朋友圈飙肉价都飙疯了, 岁月静好族都静好不了了,党瞅着揪心哪。 何止静好不了啊,都乍赢了。 咱们就看那官方数字啊, 3号中共商务部这数据上星期,也就8月26号的9月1号, 全国猪肉的批发价已经到每公斤34块5毛9了, 比前一周上涨了近9%。 真是飞涨。 新京报报道呢,拒不完全统计,截止目前南宁海口江西广东江苏四川等将近10个省市, 出台了猪肉限价限购的政策。 平价猪肉票时隔50多年, 重现中国大陆。 穿越会计了哟, 广西南宁未子路综合农贸市场出现肉票, 每位市民平票限购仅两斤平价猪肉。 纠正一样啊, 不是每位, 有个大陆的李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说, 说这种平价猪肉票, 只有某些部门或单位能拿到, 不是一般市民能拿到的。 中共农业农村部还跟着糊涂呢, 说中国猪肉价格上涨与中美贸易摩擦无关, 主要是去年猪温闹的, 这话一出把网民给气了, 告诉说与贸易战无关, 你不就是报复美国不买美国那便宜猪肉, 非得跑俄罗斯买那贵猪肉招来的猪温吗? 就是, 还敢说无关, 你29月1号那天不搬石头砸自己脚, 又给美国猪肉加关税, 至于现在连美国的猪肉也买不起。 买起买不起撂一边, 首先党为了报复川普的农业票仓, 死活就是不买美国猪肉。 不过说现在买不起, 这话也没说错, 中共9月1号再添了10%的关税以后, 共产党加收美国猪肉的关税, 已经达到72%了, 这是死活要把美国猪肉从中国人饭碗里头, 夺过来扔地上, 这回行了, 吃肉的五毛战狼小粉红们, 也慢慢的给党的好政策买单吧。 可不好政策吗? 上海的排骨65块钱一公斤, 北京的巴巴巴, 要不怎么连小粉红都骂街了呢? 不过也是啊, 不让你吃猪肉吧, 就把板砖专家拎出来, 帮党说吃猪肉容易得病, 等回头什么时候让你吃猪肉的时候, 专家就蹦出来说吃肉有利健康, 弄不好大裤衩还得端出一百多岁老人介绍经验来, 说我长寿的秘诀就一个, 每天两斤猪肉。 哎呦, 瞒不住你了, 不成啊, 下回中宣部广电总局开会, 刘主任你得发言去。 我看武汉中心医院的徐主任也悬了, 现在是没问题, 帮党喊两嗓子, 吃猪肉不利健康也就喊了, 这要回头猪肉卖不出去, 直接弄以扰乱社会秩序, 山巅醉, 进去先喝半个月茶再说吧。 行, 这给党站台风险特大这个。 还要比他风险还大的呢, 党国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不刚说完吗? 关于猪肉的问题, 那是重大政治问题, 老胡连这军令状都立了, 缺肉这事儿不解决, 老胡吃不了都是走。 呼, 有麻烦。 英国金融时报三号报了, 他们获得了中共内部的一份讲话, 中共副总理政事局委员胡春华, 在全国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 公用电话电视会议上就说了, 他跟中共高层官员说, 增加猪肉产量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还说呢, 这是我们给党中央国务院的军令状。 要彻底玩完,弄不好军法处置。 徐安安, 关键弄不来猪肉后果真严重啊, 胡春华说, 猪肉价格上涨可能会破坏今年10月1号 举行的中共建政70周年活动的氛围, 损害中共形象可能会影响经济稳定。 越说越邪乎了, 回头玩不成百年大计, 奔不成小康, 全得赖猪身上。 胡春华说, 各地必须赶紧恢复生猪生产, 完成生猪文产保护目标任务, 必须解决疫病防控能力问题,严打囤积居旗, 串通涨价。 这是要逼着各地放卫星啊, 到十一还有半个多月, 那生猪生产说恢复就恢复啊, 疫情的防控能力说提高就提高, 您打这是吹气呢。 这还真让你说着了, 确实开始吹气了。 中共生态环境部5号已经表态了, 要求各地政府, 坚决不允许用所谓的 改善生态环境当借口, 违法压缩生猪饲养。 生态环保违法?党真疯了这个。 你要再说恢复不了,提高不了, 行,来人呢,军法伺候。 这就伺候上了。 老胡不伺候底下人, 习和亲真伺候老胡啊。 得,多米诺骨牌, 一级压一级,挨个伺候。 那没辙,谁让他们当党的好干部呢? 红利不分可不成。 现在还不光胡春华呢, 北京市那一把手, 玩清理低端人口出名的菜棋, 最近也要疯了。 十一秀鸡肉那大阅兵不是在北京办吗? 对啊。 中共为了这秀鸡肉的十一大阅兵, 不光在香港玩命暴力维稳, 在帝都北京更是紧张兮兮, 神秘兮兮兮的瞎折腾。 死兮。 最大的问题是安保, 什么刷脸查身份证, 三不一岗五不一事就甭说了, 带着红胳膊工那长长大妈, 现在一天到晚跟那列队踢正步呢。 啊,大妈列队踢正步啊, 人那是排队巡逻好不好。 哦,对对, 我说长长大妈踢正步怎么不抬腿呢? 明白了,排队巡逻呢。 什么眼神这位? 反正长长大妈这一排队啊, 北京肯定是风声鹤唳了, 最紧张的是蔡奇, 都开始说胡话了。 说什么胡话? 8月31号那天, 蔡奇在保障十一安全动员大会上, 要求北京安全工作要做到, 精精一求精,万万无一失。 嗯, 北京青年报头版头条登的这消息, 把精精一求精,万万无一失, 直接撂标题上了。 是啊, 惹得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一通感慨, 告诉说, 在说极端话比赛里边, 用正常话说的再极端也出不了彩了, 只有用这种病句才能脱颖而出。 哎呀, 真是让人感慨万千啊, 都是70周年赶上逢酒必乱给吓的。 还是人家胡平先生记性好, 提醒说, 这是文革典型的表达方式, 我最最最热爱的伟大领袖。 哎呀,你还别说, 弄不好这句真就是老蔡前台词想表达的意思。 马屁开拍, 不过老蔡喊的口号这日子选的有点巧, 8月31号那天, 正好香港市民冒与宗教游行, 为香港罪人临政祈祷的日子。 对。 一正你说, 能不能那蔡奇被香港来的消息吓坏了, 讲话时候真结巴了呀, 惊惊惊惊一求惊, 小编赶紧造新词, 替这高端市委书记蔡奇解围呀。 哎呦喂, 不知道, 不过蔡书记紧张到这程度, 或者通过媒体把紧张程度渲染到这程度, 现在看, 这都算不上最夸张的了。 陕西省公安厅, 现在已经按照暂时安保级别, 处理问题了。 你说是不是那陕西下达暂时禁酒令那事啊? 是啊, 你知道吧, 给大伙说说。 是这样啊, 9月4号, 陕西省公安厅下令, 陕西全省各级公安, 从9月15号开始到10月4号, 启动暂时禁酒令, 确保以严明纪律打赢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 安保维稳攻坚战, 禁酒令要求包括在职的公安警察, 事业边的警务人员, 警务辅助人员, 职工等禁止任何时间任何场合, 以任何理由饮酒。 这听着是打内战的赶脚啊, 中共上上下下是让假想敌全给吓失禁了。 网友王行显就说, 维稳任务重, 出点岔子, 不是彻职能交代的, 全家老小都得搭进去。 也没准是因为喝酒就得吃肉, 没肉容易骂娘, 所以干脆把酒戒了吧各位。 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维权律师蒋仲生说, 他查过陕西省公安厅的微博账号, 发现那条微博已经删了, 原因特狗血。 怎么回事啊? 说因为发布这条禁令的陕西省副厂长, 公安厅厅长胡明朗被举报了, 本来这哥们想借十一的时候拍核心马屁, 没想到拍马蹄子上了。 怎么回事啊? 大陆法律业人士王亚军公开举报说, 发布战时动员令有宪法要求, 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决定, 然后由国家主席宣布, 胡明朗越权了。 玩儿宪了哟, 这还不知道习核心是应该制裁他, 还是提拔他呢? 反正说了归旗, 党的宪法就是那么回事, 现在不说战时也跟要打仗差不多, 北京就是, 北京交通管理局通知封路不说, 北京那些周边地区包括河北, 好多生产型企业都已经被勒令停产了, 而且北京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 从9月5号到10月1全部歇业。 行啊,继续折腾吧。 哎李政, 别说党国这些奇葩事儿啊, 咱们说点暖心的吧。 从这集开始, 咱们陆续分享茶友给香港年轻抗争者们的中秋祝福怎么样? 行啊, 不过分享问候和感言之前, 我看咱们还是跟进一下香港反送中抗争活动的最新情况吧。 我们说几个信息吧。 行,你说。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卫健兴秘书王有群报了一料, 852邮报总编辑邮情员有个前警队高层的朋友, 那人透露, 说中共渗透香港警队主要靠两种方法, 一个是派很多警察北上受训, 学习大陆公安武警的镇压手段, 二是找些大陆的公安武警, 预备一军人, 拿单程证到香港, 变成香港人, 直接成为香港警察。 够阴损。 我这倒也听明白了, 对香港年轻人下狠手, 下死手那些所谓港警, 其实就是大陆公安武警。 另外呢, 831那天黑警的太子战打死人这事, 基本上是板上钉钉了。 现在呢, 港人披露的证据越来越多, 一个网友爆料, 他朋友的老婆认识一位快退休的警察, 这位警察早上被叫到警察总部开会, 他们的头头在会上就说了, 那天警察确实在太子战打死人了, 所以后来他紧急封锁车站, 也坚决不让医护员进入, 就怕泄露真相。 不过据说呢, 打死人的并不是真正的香港警察。 现在的警方正及时解决, 怎么通过给死者母亲封口费这事, 让他闭嘴呢。 香港网民最近把831那天发生的好多事都穿起来了, 发现非常诡异。 现在香港形势绝对诡异, 林郑这边都正式电视讲话了, 撤回逃犯条例, 可中联办香港警方一点也没有要停止暴力镇压的意思。 而且呢, 默克尔跟李克强谈到香港问题, 党媒是完全屏蔽, 根本搞不清党那帮派火拼到底谁能占上风。 这个一时半会儿还真分不出大小王来。 不过党的日子也不好过了, 美国那边对香港这事态度是越来越严厉了。 没错。 林郑刚刚宣布撤回那会儿, 中议长佩洛西, 还有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 民主党参议员麦格文都表示了欢迎。 不过呢, 这帮老鹰派们都表达立场了, 说港府的举措还远远不够, 而且美国国会还会快速推进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抑制中共未来可能死灰复燃的镇压企图。 法案的发起人之一, 国会的资深重员史密斯发声明说, 国会必须在我们9月份复会后尽快通过这个法案, 并且向世界表明, 我们跟正在寻求维护自治和基本自由的香港人团结一致。 7号的时候, 美国防长还在巴黎演讲, 警告中国不要强行干预香港。 这么多密集噩耗, 党吐血了都有。 哎呀, 白表演了, 美国那边该干嘛干嘛。 另外呢, 民阵6号宣布, 已经向警方申请了9月15号大游行, 希望当天再有200万上街。 嗯, 再来个200万人。 7号这天, 曾经遭到袭击智商的香港重置副主席郑家朗, 就政府不断用白色恐怖管制人民这事儿, 表示他们会坚守五大诉求。 态度特坚决。 而且当天, 有民众在九楼湾德福广场静坐, 部分香港巡派在沙田连城广场静坐抗议。 还有呢, 香港网友发起了香港机场合你塞3.0活动, 警方出动管制, 检查巴士和私家车, 再去机场的必经之路之一的港铁东冲站, 一群银发族身着守护孩子的黄色背心前来声援。 我看这视频了, 特感人。 7号晚上呢, 人们再次集结在太子站进行悼念仪式, 现场除了一片花海, 也有市民焚香, 点燃白蜡露以及摆上祭品表达悼念。 现场民众高喊自由香港生要见人死要见尸的口号, 此起彼落, 氛围令人动容。 确实是。 随后, 民众聚集在太子站附近的望角警署, 晚上9点, 港警速龙小队展开清场行动, 迅速清场到迷敦道。 嗯, 又发催泪弹了。 当天晚上7点的时候, 港警再破底线, 闯入东冲副东村的私人物业抓捕年轻人, 大概有五六个年轻人被抓。 还有8号说, 港人再次挤爆遮打花园, 举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祈祷会, 现场民众喊出驱逐共党光复香港的口号, 也有人打出反共抗暴唯一出路的横幅。 港人后来还到美国邻人馆请愿, 因为美国国会9月9号复会以后, 可能会展开讨论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 港人呼吁美国能通过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 拯救香港。 8号下午4点警方开始清场, 在中环金钟湾仔铜锣湾抓了好多位市民, 在铜锣湾搜狗方向还发射了催泪弹清场。 这就是这两天香港抗争的最新情况, 我看香港的情况就说到这, 咱们开始分享茶友发来的问候邮件吧。 对。 上级留言区有茶友说, 很期待这个分享, 其实我们也等不及了, 因为茶友的留言问候实在是太暖心了。 没错, 非常感动非常感动。 所以咱就不中秋了, 随着大家发, 咱们一集一集的跟大家分享这份支持和鼓励吧。 另外也欢迎茶友继续发送给港人打气加油的中秋问候, 我们会在后边节目里头逐个替大家送到。 咱们茶馆的邮箱收到的第一个问候, 是一位茶友赞美香港抗争者的一首诗。 这位茶友用满江红的词牌描绘了港人抗争的画面。 黄色的安全帽雨伞, 用手遮住右眼的抗议, 百万港人上街, 狮子山顶的香港之路灯光常炼, 香港年轻人用水浇灭催泪弹, 以及港人用各种方式讲真相的场面, 非常发自内心的震撼记录。 李正,你念一下这邮件吧。 我念一下啊。 题目叫《满江红即反送中的港人》。 黑衣黄冠似水流滚滚不休, 遮右眼响彻天笑壮如红蟹, 百万庶民呼吁吼十二周度善与恶, 莫放弃宁死不低头争自由。 战中尺尚未雪,雨伞恨何时灭, 闪天光惊醒诗山神学, 携手湮灭催泪淡, 真相怒皆恶景邪, 待唤醒国人荒唐梦, 心天缺。 最后一句的意思是, 等沉睡中的中国人被唤醒了, 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就出现了。 没错,非常美好的景象。 我也念一封茶友的问候啊。 嗯,念一念。 一个叫阿曼的茶友说, 亲爱的香港人民, 我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查询香港的情况, 我上班的时候也不会忘记和同事, 还有顾客交谈关于香港的现状, 虽然我不在香港, 但我也会用我一份博力来支持你们, 鼓励你们, 你们是我的英雄, 是整个华人的英雄, 也将会是改变世界, 消除邪恶势力的究竟, 爱自由, 爱民主, 爱人民, 爱香港, 爱中华, 抵抗, 反抗, 一切不平等。 我念几个简短的, 嗯, 茶友小李说, 香港人, 你们的抗争是整个中华民族进步的希望, 你们必定会被载入史册, 你们要保重, 内地人终有一天会明白你们付出与牺牲的伟大, 一定要保重,加油香港人。 茶友明说, 谢谢你们的抗争, 谢谢你们的付出, 你们的背后是所有有良知的华人, 祝你们中秋快乐。 还有茶友飞红踏雪说, 香港加油, 四川一个猪圈里装猪的, 括号人。 茶友小吴说, 如果说因为一群人而爱上一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对我来讲, 无疑就是香港, 你们的良知和责任感, 让身处内地的我肃然起敬, 我为你们骄傲, 祝福你们, 中秋快乐, 合家幸福, 香港加油。 还有落款上一位忠实的茶客的茶友说, 我是一个软弱的人, 顾念国内的家人, 在网络上从不敢说出心理的话, 但是在生活中, 我经常和认识的朋友述说我的观点, 在超市碰到香港人, 我不认识他们, 但我都会告诉他们, 香港人是最勇敢, 最值得尊敬的人。 这个中秋节, 对香港人和已经醒了的中国人来说, 是值得记忆的中秋节, 不管节日的形势怎么过,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我都祝他们安康, 心想事成。 这位应该是一位身在海外的茶友, 我也念一个国内茶友的问号啊, 茶友奇说, 敬爱的香港同胞, 我向你们致敬。 这两个多月, 你们不畏恐惧的抗争, 让整个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人的勇气。 可是在大陆, 把你们说成暴徒。 我跟我家人说, 香港人不是暴徒, 他们不相信我的话, 还说我被外国势力操控了。 我在微信和QQ上, 发关于香港的消息, 都被封杀了。 现在, 我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越来越差了, 我想了想, 无所谓了。 快到中秋节了, 希望你们不要再受伤害, 也希望五大要求早日落实, 再希望共匪早日灭亡, 香港加油。 一位北京茶友说, 正经八板的北京人, 多了不说, 香港同胞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等着那天的到来, 和你们拥抱, 心系香港。 但是也请二位转告香港同胞, 介于内地的整体环境, 我们这些提前醒过来的人, 能做的实属不多。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告知我身边的朋友, 结果, 有说我是美国间谍的, 有觉得我有病的, 都他妈无所谓, 他们怎么骂我我都认了, 但我觉得很为自己骄傲, 因为我是提前醒过来的那一波。 不瞒二位说, 我之前当过兵, 部队给我配发了三块勋章, 我已经都把他们扔了, 因为我觉得我曾经在为魔鬼流氓效力, 最后祝香港同胞中秋快乐, 以后有机会, 香港朋友来北京玩, 我给他们做炸酱面。 台湾茶友秦天璐来信说, 我是中华民国台湾人, 跟香港同胞一起共度中秋, 看见香港同胞这样努力, 深深被感动。 黄之锋来到台湾曾说, 今日台湾, 明日香港。 实际上, 也不只希望香港人和台湾人, 而是所有愿意追求自由和真相的同胞, 西纪你我, 都可以享有这份应有的自由。 香港人, 你们是这个时代孙中山精神真正的继承人, 莫忘辛亥革命的精神, 那是推动制度转型的精神, 那是不为强权的武力胁迫, 为了自由和理想的精神。 加油香港人, 世界已经因为你们变得更美好, 不要觉得自己的努力没用, 我们已经为你们骄傲。 随手附上两首诗作, 与港人共度中秋。 十五月明中秋夜, 港人百万庆团圆, 上水游麻连一线, 莫忘红武月柄千。 辛亥精神在你我, 红朝翻腾火辽圆, 时代革命真普选, 青天白日在眼前。 另外一首诗咱们就不在这念了, 落款是 祝大家中秋佳节平安团结, 中华民国台湾网友奉天璐。 一位大陆退伍老兵说, 我是一个武警退伍老兵, 从六月份知道, 开始关注香港同胞的反送中抗争。 作为一个大陆人, 我非常支持你们为自己的自由权力抗争, 这不仅仅是为了香港, 也是为了中国以后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民主自由。 看到你们在视频里边, 不畏惧腐败不堪的权力暴力镇压, 我很多次流下眼泪, 也担心你们的安全。 每次看到你们被这些警察无差别的攻击, 我的内心无比难过和愤怒。 大陆不仅仅只有那些五毛, 也同样有和我一样支持你们的大陆人。 我希望你们能看到, 大陆有人支持你们, 你们不是一个人, 你们并不孤独。 在这个无比黑的国度, 我至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那么一丝丝希望和光明。 香港人加油, 你们是最勇敢的一群人, 无论何时, 我都支持你们。 我也通过自己微不足道的力量, 用微信和QQ告诉更多的人真相, 可能不会被别人理解。 但是我还是去做了, 只因为我相信你们, 我能在你们身上看到希望。 香港同胞, 我在云南昆明支持你们, 希望你们注意安全。 马上中秋节要到了, 我在这里祝福你们中秋节快乐, 家人幸福健康, 事事顺利。 请原谅我的文化程度不是很高, 加油香港。 最后给大伙上一个茶友北京大叔发来的英文问候。 为了表达诚意, 这位大叔在问候信的旁边, 附上了自己的护照、港澳通行证、身份证, 然后用英文告诉香港的抗争者,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伟大的香港人永不放弃, 大陆北京。 星期中文之旁 可,不得西部啊灾